在现在这一节进入我们新闻龙卷风政治风暴演这一段的时间呢 我们又请来了李敖大师 因为昨天呢李敖大师很深切的 而且很中肯的告诉大家在国内未来的证据会如何的走向 而今天呢我们将要在从李敖大师的口中听到更多的讯息 因为在今天一整天的新闻发展下来 你会发现到政治真的是诡谀多变 而且政治在一整天的变化来说 让你是完全摸不到头绪 可是呢李敖大师会告诉大家 我们未来证据会怎么走更重要的是呢 大师今天非常欢迎您又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但是第一个问题我就要开始问您了 斗争啊 这两个人现在这样子斗争法 马英九这么快速就把王金平给斗下去了 您觉得这次的斗争算不算是一个成功的斗争 我们要轻松一点 让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好 美国有个元老政治家叫做巴鲁克 他白天坐在公园的椅子上面 听各界向他陈述 他有好几亿美金的大财主 不做事 他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死刑犯 皇帝要砍他头 他跟皇帝说 我听说你皇帝有一匹马 如果你不砍我头 你多让我还死一年 一年以后再砍我头 我可以把你这匹马啊 飞起来 天马行空 你喜不喜欢 皇帝一听 这是很好的点子啊 是啊 皇帝说 到时候马飞起来了 不但我来看 戴利刚也来看 好 同意 多给你一年时间 还死一年 结果呢 他的好朋友来看他 问他 你有什么办法 能使这匹马飞起来呢 他说我没有办法 可是我有一年的时间 这几年时间里面 有三个情况 第一个 皇帝死了 他会砍我头吗 不会了 第二 我死了 死猪不怕开水趟 我怕你砍头吗 我也不怕 但您说的天马 第三个 可能把马真的飞起来了 一年之间 你怎么知道他不飞啊 是啊 说不定飞起来了 一切决绝 现在 马云九 王 你看 他不是说是那些要飞起来的吗 现在争取时间 大家抢时间 今天至少王金平 成功的抢了十天 对不对 对 这十天如果我是王金平 我发现你们国民党 对我这样无情 这样的十二小时 要把我拔掉 这样的残忍 这样的忘恩负义 这样的过河拆桥 老子给你玩了一下 我十天以内 把这个国民党卖掉啊 卖掉 他有很多权力 整理国民党 有办法吗 花样多得很了 有这么多花样 所以他卡住位置 他只要不离开立法院 那就麻烦了 果然 这十天 王金平如果 有一点点心狠 一点点手辣 他就可以翻江倒海 但是说下礼拜二 这个立院要开会呢 召开啊 而且好像说王金平主持啊 没关系啊 新政院长江一花 要来报告了 我无其事啊 谁难看呢 谁难看 江一花难看嘛 你说立法院没有我 属于黄蜂窝 核的后果 不知道 王金平被赶出来 是个做法 在立法院里面 拥抱你 死拖活拖 另外一个干法 所以现在我们 天天看好戏啊 但是这一步棋马英九 是不是就没算到了 没想到居然这个法院 今天的这个判决结果 居然会是这样子 变成王金平 好像坐在立法院院长 马英九本身 他的思考没有错 是我用家规来整理 国民党 有党纪的法规 我用法规来把你开除 是不是 可王金平说 我换了战场 换了裁判 现在就是啊 法律跟党规打架 哦 我逼得打架 很多时候这个样子 太多了这种情况 嗯 就是两个打架 嗯 大师啊 我这个绣个东西给你看 今天我们这里啊 三张塔罗牌 这三张塔罗牌里面啊 我不定时会绣出来 可是这三张塔罗牌里面呢 这些东西 您一定有办法解释 这是我们今天制作单位 精挑细选的三张塔罗牌 等一下 我在不定时 绣出来 让您来解惑解惑 告诉大家说 这塔罗牌该怎么解读 嗯 但是我们问题啊 这个塔罗牌待会再聊 我先来再问您啊 现在这个时候 像今天大家都有提到一件事情 说这个马英九啊 之前对于这个王金平 跟这个柯建民啊 就像这样子 他非常的气愤 他注意 哎 这个 哎呀 他说啊 他气愤的不要说 王金平啊 跟这个柯建民 两个人做了许多 不能告人的事情啊 他知道这个事情 他非常非常的气愤 那您听了这样子 有什么感想 感想就是 马英九 假惹 假惺惺嘛 真正的王金平 他是个石头拦住你 你要把他赶走 赶走你没有借口 好容易找到这么个借口 你好像在观说 嗯 破坏司法 微信 这是我们最羞耻的一天 来了 对 这个王金平嘛 骨子里面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嘛 骨子里面是我要赶走你嘛 嗯 这是借口嘛 中国的老话四个字 欲杀 欲杀 对 何患无辞 何患无穷 何患无辞 但是 马英九 骨子里想法就是 老早要管走王金平吗 目前他的石头挡在前面 陈叶扁 赶走唐飞的时候 说现在石头走了 可是发现后来又有石头 对不对 对 行政院长一个一个换 是啊 这个第一 一个一个出现 所以 现在赶紧 王金平 他是目前的 现行反革命 他是 他走了以后 别人会递补 但是 这样子的算计方式 也算不算是一个杀鸡警猴的方式 问题 马英九的微信 他杀鸡 猴子不害怕 因为他没这个微信 讲解师有 你说猴子不害怕 不害怕 因为你杀的是鸡嘛 杀到猴子才算嘛 像本大师 当天在白醉恐怖时代 我被判十年了 判人罪 我三十五岁 被判十年 当时可以上诉 我不上诉 写上官问我 为什么不上诉呢 上诉可能会减刑 刑期减少 我说我不上诉 为什么不上诉 我说 你们要本领 关我十年 你判我十年不算 要由本领 关我十年 你们有着实力 把我关我十年 他说什么意思呢 我说走着瞧 果然 关到四年八个月的时候 蒋介石死了 他的儿子要关 全台湾减刑 我就减出来了 变成五年八个月 懂我意思吧 你没有本领 关我十年 你吹什么牛啊 所以要看 还要看你本领 但是啊 在这个整个监听的 过程当中啊 这个监听 你觉得该不该公布 他没有权力公布 在美国早就给踢开了 就是你的程序不合法 不合乎程序正义啊 根本 这个事情真的 拿出来不可以的 因为你可以 即使你可以监听我 你也不能公布 现在 能不能监听我发生争议 公布更发生争议 所以不能公布 不能公布 但是我现在只有 讲明说我有监听到 这一段话了 什么对 就变成说 马英九就说 我监听到这一段了 你是官说了 我就是官说 你也不能公布 因为这是刑事侦查 对外不公开 对 但是现在已经公开了 所以你不对啊 很重要的一个杀鸡的方法 你没反了程序正义 按照法律就说 你可以杀鸡 即使你可以杀鸡 你不能在猴子面前杀 你不能镜猴 你可以杀鸡 不能镜猴 镜猴是没法的 但是 杀鸡也许可以 如果 如果真的做了 不可告人之事的话 为什么不能公开 依照法律不能公开 依照法律不能公开 第一个 你说马英九 因为他平常都是依法行政的关系吗 他骗人吗 你怎么相信他四个字呢 他都这么说的 他没有依法行政 我告诉你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做过法务部长 是不是 对 法务部长 他在监狱里面来 敢不敢看我们呢 他不敢 监狱里面 怎么说 叫中山北路 旁边有巷子 几条通几条通 对 我们都住在那个巷子里面 一个一个巷子里面 中间一条大路 他们所谓参观监狱 巡视监狱 你说走的就是那条大路 中山北路 他不敢到条路里面去 你敢来 我没有骂你 说马英九 根本不敢进来 进来以后呢 才知道 原来监狱这么黑暗 举个例子好了 在监狱里面 我在坐牢的时候 空间很小 我是特权了 一个人住一间房 有的人空间很小 很挤 那挤的时候呢 他们说新盖牢房 盖牢房之后呢 正在夜里的时候 管监狱的这些监狱官啊 他不让你住在分散开 让你挤在一起住 为什么 省电 省水 管理起来方便 管理方便 对 干什么叫你挤在一起 挤在一起什么结果呢 我告诉你 每个人现在分到了 0.639 6389 对 就是这么大一块 空间不大 这么大一块 只能站着睡觉 躺着睡觉可以 就是像趟趟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 摆在一起 你起来小便 出了小便啊 回不去了 但阿扁睡得还比较大一点 谁 阿扁 阿扁一开始也不大 现在比较大了 阿扁当时的桃园监狱 有一点很惨的 就是他那个马桶很高 每一次 你大便的时候一坐 阿扁的欧卡生 就被我们看到了 现在阿扁舒服了 你可是一个人住 比较舒服了 可是大师啊 这个全国的民众 当时选举的时候 选马英九就是选个清廉 两个字啊 我昨天跟你讲了 他并不清廉 因为现在马英九 每年要写财产申报 他的财产呢 不但没有减少 还增加了 可是中年过程里面 你选了个总统 选总统台湾标准的用途 是花150亿 注意啊 150亿 一个总统 一个总统 也就是说国民党 拿了150亿的经费下去了 你马英九 自己钱没有少 总统赢了 你花了150亿 钱从何来 就有一个党给你钱 这个党是个 A人民钱的一个党 进取经费嘛 你古本台的钱来的 不是好来的嘛 你怎么有党产呢 你怎么 中广公司 怎么属于你的呢 中国广播公司 以前累积的吧 你怎么累积 你到台湾来以前 你没有花钱嘛 到台湾以后 中国广播公司 就归你了 归你然后 分散开了以后 就变成盖人帝宝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中国广播公司 被卖了之后 检察官就起诉了 说你们少卖了 75亿啊 就表示有这么有鬼啊 刘彩英请我吃饭 然后也告诉我 这个真相啊 这里面见不得人的 那大师啊 问您啊 王津平也是这个 国民党出来的 没有错 那以前的时候 你看他跟蔡臣周啊 还有呢 这个刘宋凡啊 那么这些人 都是这个十三太保啊 而且他还十三太保之手 甚至跟罗夫柱啊 柯建民这些人 关系良好 那你觉得他 还有1980年代的时候 还成为票据犯 被处一颗罚金 那你觉得他黑不黑金啊 当然黑金啊 当然黑金的 问题是 这个钱怎么来的 怎么去的 这很重要 很多人黑金的钱来了 再来 我们在这些舞台下 都在这种词 我们在这种词